好咱们讲花荣 讲这个花荣是天干心里面的 它叫天阴心 这花荣可以说是宋江能够称霸 或者能够作文梁山老大的核心力量 是他的根基 所以咱们也好好聊聊花荣这个人 但是这个水浒传 这个作者对花荣的描写不太多 尤其宋江跟花荣到底怎么认识的 他没有交代 没有交代反而最有意思 就是这样你们去想 这就给大家留下好多悬念 就是宋江跟花荣到底怎么认识 小说里面写的宋江第一次见花荣 就是宋江杀了叶摩西之后 他不就开始在这个社会上开始流浪了吗 他就逃难对吧 朱虫雷和脸把他放了 然后宋江当时就脑海里出来三个逃难的地方 一个是他土地的专人 一个是台大官人 他们通过书信 但是没见过面 宋江是网友 线下没见过面 找柴镜奔线 第三个就是去青峰寨找花荣 宋江他去没去过青峰寨 我认为宋江没有去过青峰寨 就是他去找花荣 那是第一次 他路不熟 所以被那个青峰山的那几个土匪 燕顺 王英 邓天寿 给他抓住了 差点把他挖心给他吃了 后来他说出自己名字 那个燕顺一听 你是宋江 立马就败 完了就这样 宋江从那个青峰山出来 到了这个 必须要交代一下 他的青峰山 坏了这个白椒谷王英的好事 王英正好就是 瞎杀的时候 抓住了那个青峰寨 这个郑之寨 或者叫文之寨 刘高 他的老婆 把他老婆抓住 这个王英就准备 对吧 要办事 结果这个宋江 就会怪人家好事 那个燕顺 还有邓天寿 就拦着宋江 说你别怪人好事 宋江不行 哥们就要去你看 他拖大 还宽敲门 然后撞门就进去 把这个王英 反正就出了好多事 他救了这个女的 后面 这宋江就去那个青峰寨 这个青峰寨 他就去了之后就问 这个花蓉的府在哪里 说明他根本没去过青峰寨 那是第一次去 人家一指说 那个就是花蓉的府 他就去了 那个一通报 援助描写 就是出来一个年轻的军官 青年军官 出来就拜 就是见着宋江 他就下拜 一个进拜 拜完了之后 把他的东西行李接着 回去 然后把他扶到那个 在厅堂上面 坐在上面 那个花蓉又是拜 又拜四拜 那个宋江的搞得不好意思 宋江说 你别老这么礼节 礼节这么大 你老是拜 就把宋江的拜迷糊了 那个花蓉说 不拜不行 就得拜 从这描写 就说明那个花蓉 把那个宋江 好像不知道担成什么人 然后没说几句 花蓉又来拜 又要给这个宋江磕头 宋江搞了这个 收容若精 后来晚上 花蓉把自己的妹妹 把自己老婆都叫出来 让宋江跟宋江见面 然后晚上他们一起吃饭 像这个在这个 水浒里面描写 比较少 像这种 这个清洁 只有那个沾珠间 请武松吃饭 沾珠间 这个终究节 不是闪月吗 把武松叫来 武松吓得 武松是罪人 不敢坐 沾珠间 让人必须坐 武松是 你自己家人喝酒 闪月 我一个罪犯 我这么好 有这么多人 诶 沾珠间 现在不要讲外人 都是自己人 提挤的人 就是咱们自己人 所以带家眷 家宴 武松才敢半个屁股 坐在那个凳子上 就不敢全屁股坐在那 半个屁股坐在那 跟人喝酒 然后介绍那个 使女 羊女 玉兰 介绍这个 就是说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宋江 到了花蓉家 花蓉把她老婆 把她妹妹 她的妹妹 应该挺漂亮的 因为花蓉 长得很帅 天阴阴 花蓉 通过是那个 是莲山 为数不多的 长得帅 因为莲山 长得一般都是 外瓜里枣 都是那个李葵 鲁志生 这种人 还有宋江 又黑又矮又粗 然后王英这样的 还有现在的 什么丑圈马 鲁志生也丑啊 鲁志生丑的 不能当和尚 第一关 容貌就没过 我才让他和尚 你不要了 就第一关面试啊 你看 你考公务员 也得面试吧 现在不关的端正 鲁志生都没过 其实都是丑 但是你看 花蓉一表当拿 那叫天阴心 阴之萨早 然后花蓉就说了一句 自从上一次一别 五年 那就是说 他上一次跟宋江见面 分别之后五年了 这是第二次见面 那我想上次见面 他肯定不在清风镇 因为宋江不知道这地方 没来过 他们之前写信 通信 他们是网友 也不是网友 他以前也认识啊 见过面 然后主要靠网上聊天 好 这个后面这个宋江 就在清风镇呢 晚上闪灯啊 天天在那吃喝啊 这个花蓉每天安排 两个 这个警卫呢 给着他 带着他转 流山往水 吃喝 KTV 好 结果有一天呢 这个宋江玩嗨了 然后看灯 然后打哭小叫的 都去喝了点酒 大喊大叫 人家很奇怪 长得一这么 一这么矮 一这么黑 一这么挫的一个人 在那又喊一叫 结果就巧了 那个刘高老婆 就在对面 也在看 大家也在围观 看直播 往来之后就说 就那个叫的那个黑丝 他马上跟那个 跟他老公刘高说 就是他啊 当初想强奸我 费力我 他就是那个清风镇的 上那碗 刘高一听 那你觉得赶紧 派人把那个宋江给摁住 宋江就抓了 抓了之后 送到这个刘高家里 刘高就审讯了 宋江不招 不说话 那个那个 刘高老婆就跑出来 单纯对质 说你忘了 对吧 你偷拍 不是好犯做事 好犯单 宋江说 我没有 宋江说 谁救了你 不知道吗 然后那个 附老婆就说 谁救了我不知道 但是反正我就知道 你是老大 你坐在那 让我给你磕头 往来之后 下面就叫你老大 你要费力我 你自己忘了是吗 摸没摸吧 有没有脱衣服吧 那个宋江 白口莫辫 然后这个刘高老婆说了 这种人不打 他怎么可能招呢 你看看 破壁无赖 然后那就打呀 援助里面写了 打两遍 打两遍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遍五十棍 三十棍 三十棍打完这个 再打一遍 打两遍 把那个宋江打的 马上招了 说他是运城县的 叫张三 然后那个刘之寨 马上给他写成 叫运城虎张三 给他起个外号 叫运城虎张三 然后是清风山老大 是非礼 非手 你看这个 就是茂公啊 就是他得你抓住一个人 你得把这个人的吹一吹 你如果是抓个小龙小毛贼 林老公啊 有什么用啊 你得把他吹 吹到他是清风山寨主 然后他也还有外号 叫运城虎张三 这样把他押到那个清州府啊 找那个慕容之府给云上 你看我把这个清风山寨主 就抓住了 把他人送外号 运城虎 那宋江一想 我完了完了 这什么山干山陷 对不对 这要他死啊 跟那个谁啊 跟大鹅呐的 对不对 你打中了坦克 你说T72有用吗 他必须是挑战者 要么就是报二 对吧 打中了肯定是报二 没毛病 那邵师父汇报就怎么汇报 反正一把老人也不认识 对不对 你看 刘志寨就这么干 当初宋江跟那个花蓉讲的时候啊 他说我在那个山上 我还办了一件事 我救了那个刘志寨老子 花蓉一听脸就绿了 哎他说大哥你救他干啥 那孙江说我听说他是青梦寨的 知识寨的老婆 他说你同事啊 我救了他 这样不对 你们关系不更好吗 那花蓉说 哎呀 我跟那个刘志寨关系就是差 就是文官和武官之间内斗 对吧 互相看不惯 完了他说了 尤其是他老婆 这个刘志寨坏 主要是他老婆坏 他老婆自己坏 这个女人就应该在那个山上 被人蹂躏 结果你还把她救了 你这个 然后这个孙江就批评 知识 就是花蓉说你这个格局小了 这个同事 对吧 同事老婆 这个这样以后 你们在这一些好共事啊 实际上花蓉知道了 他们之前为这个讨论过 然后这个 不有人回去找花蓉汇报了吗 对吧 说你那个好大哥 被刘志寨给抓了 花蓉一听 但是就傻 因为他知道 这个宋家是杀了颜婆西之后 对吧 他是再逃犯 现在是全国追捕他 通缉他 结果这一下落到这个刘志寨手上 那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这个花蓉这人很有意思 他写了一封信 给刘志寨 他不自己直接去 就说明他们关系比较差 按理来说 我骑个马过去 直接就跟他要人 说哎呀 搞错了 自己人 这个花蓉啊 他不 他写了封信 给刘志寨 他说哎 老同事啊 老同事啊 我一个亲戚啊 叫刘战 来我这玩 结果被你误捉了 你把他抓去了 这个大水冲到龙王庙啊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你把他放了 我派人家里 结果你说 这个刘志寨啊 他一看 这个大鱼界山沟了吗 这个宋江自己招任了 他是青丰山的头领 结果你花之寨 居然说他叫刘战 人家叫战三 运城府 你说他叫刘战 你在这打麻烦眼 对不对 你跟这个土匪有构结 所以他不还 王庙之寨还准备 要抓这个花人 花人一看不行啊 所以他就直接带人啊 这回他带来人 直接跑到那个刘志寨那 把宋江给抢了 找那个刘志寨找不到啊 躲起来了 在那个旁边房间里 宋江掉的呢 把宋江抢下来 带回去 这个刘志寨一看 居然敢在我这抢人 那我也带人回去抢 所以刘志寨就派了一百多人 刘志寨虽然是文贵 文贵寨 但是他自己还养着一些清兵 还有教徒 两个教徒 有一个带着一百多人跑去 花蓉那个俯仁 准备把宋江给抢回来 结果这个花蓉那个门呢 大开 花蓉一个人坐在那个桌子前面 大厅上 就等着这人过来 这人一过来 他们都害怕花蓉 知道花蓉公布地了 都不敢进来 站在门口看着 然后花蓉就说 那我就表演给你们看了 表演一个节目 说你看 那上面那个第一个 那个门钉啊 我来射一个 给你们看了 然后一键啊 直接就射中那个门钉 然后说我这第二件 射那个 他那个屋顶上 有一些雕饰啊 这个雕饰上面 有那个头盔 总之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那个装饰品 他说我这一件就射那个 然后一件射中那个 然后他拿着第三件啊 射那个穿那个白衣服的 那个护心镜 那白衣服的就是那个教练 就是教主 然后帮忙 拿了键疫苗啊 那人就跑了 赶紧跑 就散了 那这人跑过去找刘高 跟刘高一说 刘高没招啊 这边啊 宋监跟那个 帮忙两人 跑上去看 打成这样 就问他 宋监就说了 他打得我实在有收不了了 我就招了啊 我是 润追见 张三 说刘高把我写成润中 张三 这是要杀我 说我是这个 青红山的 好了 就华容一听就完了 这就是要下死手 然后宋监就出了个主意 宋监说你 这个啊 你把我从他抢过来 他肯定要把我抢回 抢回 他肯定要来找 你不找他会先让我报告 以后来找 不如啊 我跑了算了 那个 帮忙说你去哪儿呢 他说我连夜 回青红山 只要我不在 我走了 他找不到人 然后你就可以不承认 你就说这个 这个刘高就是诬告 因为抓不到证据 这个刘高就存在 就是打击报 文官武官 文官武将不合 最后顶多是这么个阶段 你抓不到证身嘛 你怎么证明啊 这个人怎么就不是 你刘高虚构的呢 宋监想得好 他说我跑了算了 这个帮忙一听说 是啊 只要抓不住你 这事就还那我就没走 结果 华荣就说了 你这样能走吗 宋监说哎呀 顾不得这么多了 我这个贴几户高药 晚上 能走不能走 我都要走 好 宋监就搞点高药一贴 走了 那边刘高啊 他那个智商 他打仗不行 但是他智商明显比华荣要高 对吧 他就算到了 对宋监这个轨迹 他说这个时候啊 华荣把宋监逮过去之后 一定会把他放跑 只要宋监跑着了 那这个事情就无头暗了 证据不在我手上 完了这个到青州府 慕容之府那告状 没有用 也没有证据 这个就是说这个 华荣一定是晚上 要把这个宋监送走 好在那个青森寨 恐怕就只有那么一条路 对吧 你也不管去哪 就那么一条路 所以这个刘高就说 晚上 然后带几十个人 在那个路上买 果然啊 晚上 这宋监又被人逮住了 逮到刘高呢 这刘高这回 把他用个大球车啊 给他囚禁在里面 脑袋上 惨怪红布啊 搞得像刹那丸子一样 然后后面插个标 叫运尺木 但是呢 准备第二天 给他押送到这个青州府 结果这个刘高啊 他派人啊 把这个事情 报告到青州府 他想把这个 花荣一把给逮住 给青州府那个知府 叫慕容什么知府吧 他是宋徽宗 这个应该是贵妃 或者是皇后弟弟 这个慕容知府啊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花荣啊 是民门知府 应该是功臣知府 这个事情很大 不能开玩笑 一定要把这案子查实了 这是掉脑子的血 如果说花荣 跟那个青峰山有染的话 那意思 慕容知府是不太相应的 他让人家把事情查清楚 不能说这个刘之日在 怎么告 他就怎么信 所以他就派那个 郑三山黄信啊 派人去 你把这事情调查清楚 这个黄信啊 那跟那个邵师府是一样的 叫浩大喜功 他为什么叫郑三山呢 那个青州地面 就三个山 有土匪 一个就是青峰山 一个是二龙山 就是鲁志生 杨志武中 还有一个是桃花山 就是那个李中啊 还有周通 三个山 黄信说他是镇三山 这三个山都被我镇住了 他没事就去交匪 一交一次匪 他就赚点钱 反正天天交匪 天天赚钱 然后每次交匪 他逮了一个匪手 回来砍掉之后 又来一个匪手 对吧 反正没了没了 天天交匪 然后他说他是镇三山 这回又是孤寂重演了 你看青峰寨的那个匪手 运整骨嘛 张三被逮住了 你说黄信他能错过这个机会吗 所以他到了这个青峰寨之后 把案子要办成铁案 不仅是把这个匪手给抓住了 他把这个知寨花蓉给抓住了 他们就是一拨的 那这样他不立功地的大吗 所以他就给那个刘智寨 出了个搜主意 他说你抓住宋家 那个花蓉知不知道 刘智寨说不知道 好 黄信就说了 那你啊 在那个他们文知寨和武知寨 有个公用的大厅开会了 在那个大厅里面 你把羊啊 肉啊 酒啊 准备好了 然后我亲自去请这个花蓉来出院 就说啊慕容之府派我来劝河的 说你们文官武将不合 让我来劝 这个黄信啊 就跑去把那个花蓉 给骗到这个大厅里面 结果摔杯为号呢 对吧 他们也劝了一会儿啊 这个黄信一看 实际胜数 把杯子一摔 后面就出来四五十人 把那个花蓉给绑住了 黄信说你 哎 这个领导 你把我绑起来干啥 这个黄信就说了 你还装 对吧 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你把宋姜推出来 这个花蓉一看完了 但是花蓉就说了 这事啊 我有冤屈 去慕容之府那高桩 你这个不能草菅人命 你不能下班 我是被人陷害 那个黄信就说了 哎 这不要紧 我给你送到慕容呢 你跟他说 然后这个花蓉就说了 说你看到咱们俩都是武将 对吧 互相给点面子 你也是武将 我也是武将 这个能不能让我坐那个球车里 你把这个 那些盔甲什么 披着不难受嘛 绑着了对不对 黄信说这个可以 好 第二天 就押着黄信和宋姜 准备回青州 结果被那个燕顺了 黄信还有这个 曾珍兽 在路上给解了 然后这个 那些押运这个 花蓉和宋姜的这些小兵啊 一看见土匪就跑 这个 真三上黄信 他胆子还大一点 马上说 都不要动 不要跑 看我的 他赚着胆子 骑着马过去 然后他 黄信 虽然很厉害 但是打不过这三个人 这哥仨 一起上 黄信一看打不过 跑不起的 可能小面宋的时候 他然后掉转马头 就跑 结果他这一跑 那赫美人就全跑 这个刘高跑得慢 他骑着马 结果那个被发麻锁了 把他换倒了 刘高掉地上 然后被那小兵也逮住了 然后这样就把那个花蓉啊 给宋姜 接到山上之后 到了山上之后 又把刘高啊 给开堂坡都抛心挖干 是吧 把刘高给弄死 然后这个黄信啊 赶紧跑回这个青棚站 然后再来守着站 然后一边给这个慕容之府报告 这个慕容之府立马派那个 秦民嘛 披雷和秦民 说你赶紧去 秦民说这些小毛贼 有什么好怕的 我去戴上五百人 我把那个灭了 所以秦民就去剿灭这个青棚站 结果这个时候啊 这个站实际上是花蓉指挥的 宋姜啊 实际上按照原著说法 那就是花蓉指挥 花蓉说法 大家不要慌 听我的 这个站应该怎么打 所以秦民到了这个青棚站之后 被人耍的团团状 从东面跑到西面 西面跑到东面 就是他正要在西面山山的时候 东面开始敲楼打鼓 说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过来 把那秦民骑着马 到这边 干山这边 东面山人也不见了 西面山也在敲楼 说我们在这边 完了这个花蓉啊 他把青棚山 后面一条河 他用带子 把那沙带 把它堵起来了